关注经济大事 掌握财富密码 大家好 这里是狼眼观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会分享 解读最新的国内信息 在节目开始前 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期最新资讯 天津海湾财富中心停工烂尾后 业主的生活举步维艰 面临着没有地方居住 子女没有办法入学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备受煎熬 为了把握缓解还贷的压力 父母卖掉了手中唯一的一套房子 电话里刘先生哽咽着说 爸妈卖房的合同 被我放在了床头 这是我一辈子的痛 刘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 2017年 他掏空了六个钱包 购买了天津市 令港经济区海湾财富中心 向墓地两出房产 一套是自住房 一套是准备出租用的临街商铺 购房之后 这个风光溢湿的楼盘 就在刘先生的 眼皮字底下一次次停工并延期交付 最终陷入烂尾的尴尬境地 11月25日 天津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笔者 海湾财富中心项目往前 已被主管部门暂停 目前项目存在资金和纠纷两大问题 主管部门正在协调化解 4年多前的2017年年底 由于开发商与施工单位发生纠纷 海湾财富中心的施工 第一次按下暂停键 2018年年初 为了解决停工问题 开发商天津风华制地有限公司引入 知名方企和唱集团共同操盘 业主们原以为有了资金和品牌的加持 楼盘会顺利交付 可是短暂的复工过后 迎来的是再一次无限期停工 目前 房屋虽然已经封顶 但是海湾财富中心 依旧是一个停工多年的半拉兹工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股东合唱集团被指清 目的不是盘货项目 而是通过民股实债 带见代销的方式占有市场和扩大规模 同时 因合唱集团私下将项目抵押 其与风华制地原股东现为二股东 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 2021年秋季 海湾财富中心别输一脚 楼盘烂尾打乱了购房者 原来憧憬的美好生活 我真的感觉愧对家人 购买海湾财富中心 是我一辈子的痛 刘先生说 他们想着一方养房 用商铺的租金来平衡贷款 没想到楼盘一次次停工 陷入烂尾 我的生活也因此被打乱 刘先生现在每个月 需要还银行贷款近两万元 为了缓解压力 他的父母卖掉了 手中唯一的一套房子 入住新房依然遥不可及 我们一家厮口和父母 只能挤在一套 不足40平方米的房子里 刘先生说到 2017年 刘先生还不到30岁 大儿子刚满一岁 为了给孩子一个 更好的生活环境 也为了方便父母帮忙照顾孩子 他们夫妻二人决定 新购置一套房产 面积要大一点 环境要好一点 急进考察 刘先生相中了位于天津市 临港经济区的 海湾财富中心项目 这个项目仅邻海滨高速 交通便利 风景独特 属于天津港保税区核心地带 旁边就是 临港保税区管委会的办公大楼 2017年时 政治房地产市场火爆 周边得天独厚的地理和经济优势 让海湾财富中心项目一入市 就吸引了大批购房者的目光 思前想后 刘先生卖掉了家中的三套老房子 又找亲友东拼西凑 先是首付200万元 贷款70万元 在海湾财富中心 购买了一套别墅 随后又以全款 170万元买下了 同样属于海湾财富中心项目的一套临街商铺 虽然压力很大 也掏空了自己和父母的积蓄 但买房子毕竟是一辈子的事 第一次进入样板间的时候 闻到海里就已经浮现出 未来梦想中生活的样子了 还有孩子们嬉笑打闹的场景 当时正打算要二孩呢 回忆起买房时的场景 刘先生忘不了当时的欢喜和憧憬 按照双方约定 刘先生购买的两处房产 均将于2018年6月30日前交付 日子一天天流逝 到了2017年年底的时候 没事就去工地转一圈的刘先生 突然发觉不太对劲 他回忆说 年底是工地的工人少了很多 施工材料也不剩多少 施工似乎停止了 在刘先生的再三追问下 项目的销售人员先是说 因为停工令的影响 随后又道出了事情 原来是项目开发上风华质地 与当时的工程总包方出现纠纷与矛盾 后者一推出施工 对于风华质地这家岌岌无名的小公司而言 恢复施工恐怕不是一两天就能够解决的事 但是刘先生和其他业主万万没想到 终于等就是好几年的时间 几经周折之后 直到今天 他们依然不知道何事才能够交房入住 快五年了 光是延期交付告之书就已经收到了四份 到了现在开发商也处于失联状态 已经和爱人生下二孩的刘先生 看着孩子们一天天地长大 不仅自责 心里也越来越不是滋味 2021年秋季 烂尾的天津海湾财富中心别墅内杂草丛生 美丽外观掩不住荒凉 这起令人唏嘘的烂尾楼事故 曾在2018年缓发过短暂的生计 当时 第一次收到开发商延期交付通知的业主们 在失望的同时还得知 为解决项目资金和停工问题 分华之地引来知名房企合成集团入股 按照当时的说法 合成集团将投入4000万元资金 并带领新的销售团队加入 共同建设和发展海湾财富中心项目 受此前停工影响 项目预计将延期一年 与2019年6月前交付 对于已经不可避免的延期问题 这算是一个给予业主们希望的好消息 总部在深圳的合成集团成立于2003年 是一家即房地产开发 资本金融服务 资产运营 物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房地产企业 自2016年起 合成集团连续5年位列全国百强房企 此次入股风华质地的天津合成制业有限公司 西河南一封制业发展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开信息显示 后者为合成地产集团旗下制业类子公司 是合成地产集团首次探索 成交大盘运行模式的杰出试点工程 伴随着开发商的调整 项目品牌和资金得到加持 项目新的总包方也正式入场施工 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转变 彼时 刘先生依然保持着乐观 那阵子 临港经济区刚刚并入天津港宝税区 吸引了很多知名房企到周背拿地 那么多企业过来 我感觉临港未来的发展会很好 虽然延期交付很头疼 但始终觉得买房子这件事做得很正确 刘先生说 就这样 业主们等待一年之后 到了第一次延期后约定的交房时间 也就是2019年6月 开发商又是人了 给出的理由是 因消防设计不合理等 项目规划需要重新调整 因此 项目实际交付时间需再向后延期一年 出一次大家彻底没了信心 刘先生等业主表示 在合成集团入股后 时工确实有所进展 但仅仅维持了几个月的时间 随后又暂停了 这之后 业主们多次前往工地探查 2019年11月 工地一名工人都没有 仅有少量保安执行 2020年年初 项目售楼处突发火灾 之后就始终处于关闭状态 2020年下半年 工地上原本旧系系叔叔的 脚手架和塔吊 全部被拆走 剩下空旷的工地和房子 直到今日 海湾财富中心项目的施工 也依然没有恢复 风华之底的宣传资料称 海湾财富中心系天津港宝税区 高端城市增合体项目 产品包括多功能高端独栋 立体式商业街 商务写字楼及公寓楼 总占地面积约30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5.6万平方米 与刘先生一样 身先烂尾楼泥潭的业主 共计60余户 他们中最早购房时间是在2016年 因项目烂尾 不少业主的生活节奏被打乱 面临着居住和资女入学等问题 有知情人士称 合唱集团入股风华之地 并作为大股东 其目的并不是盘货项目 而是以民股实战的方式 进行代电代销 从而占有市场 实现企业扩张 这次合作之后 就到了2018年2月 也就是合唱集团入股风华之地的时间 起扎查显示 虽然天津合唱任角出资为3100万元 但任角出资日期一览显示为空白 业主们表示 此前有天津合唱内部人士 向业主们透露称 海湾财富中心 已被天津合唱做了两次抵押 抵押总金额为2亿元 业主们向当地有关部门反复确认 得知这条消息准确真实 受此事件影响 风华之地的股东 也就是最初的时控人 与天津合唱爆发了巨大的争议 并于今年4月份向公安机关报案 原因是天津合唱的抵押行为 系通过伪造公章实现 有损其他股东利益 知情人士称 正是由于天津合唱的铤而走险 导致风华之地股东间发生一系列纠纷 接下来导致项目停工烂尾 理者注意到 自2017年首个项目烙子天津以来 包括海湾财富中心在内 合唱集团还开发或参与了 天津合唱府和碧桂园林刚府两个项目 根据了解 上述项目均已停工 此外 合唱集团已不是第一次将项目私自抵押 合唱集团在武汉有过类似操作 致使项目开发延迟 针对上述事项 逼者分别联系了相关设施公司 其中风华之地的两家控股公司 其公开电话和相关负责人电话 或是始终无法接通 或是接通后拒绝答复 合唱集团的工作人员则表示 将对接到品牌部门 但截至发稿对方始终未有回复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 请订阅并分享 我们下期见